新北市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进到了第21期 而在淡水区中型疫苗接种站 邮车市民活动中心 今天施打莫德纳 针对18岁以上第二剂以及第三剂施打 而今天10号到明天的11号提供预约施打 民众排队的状况相当的踊跃 淡水区长还到场赠送新北市长过年福袋 为18位工作医护人员打气 新北市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进到第21期 而在淡水区中型疫苗接种站 邮车市民活动中心 今天施打莫德纳疫苗 针对18岁以上第一二剂以及第三剂施打 而今天10号到明天11日 提供预约施打对此淡水区长 屋中人特别来到邮车活动中心 关心施打状况 一早天气绵绵阴雨 不过民众依然为了施打疫苗排队到大门口 区长更赠送新北市长过年福袋 为18位的工作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公所这边现场是协助这边的场地布置 那现场来接种的话是由马街医院团队这边 区长表示这一次特别带来许多市长虎年福袋 来赠送给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在这段期间为大家服务疫苗 而另外油车活动中心的厕所使用率也非常高 里长唐利化也相当用心为了提供大家有好的环境 特别亲自来打扫中心的厕所以及周边环境 就是要提供干净的场所 而这一次由马街医护团队来进行疫苗施打服务 共两天 而今天就提供了1100剂的莫德纳疫苗 今天施打的是莫德纳 然后主要是以第三剂最佳剂为主 如果有民众想施打第一剂第二剂的话 也是很欢迎民众到现场来 那我们今天施打的预约量是1100剂 那就是目前只有预约大概800剂左右 那欢迎民众就是到现场来打第一剂第二剂 那施打的时候需要请民众注意说 你的施打其成 因为如果打第三剂的话 需要跟第二剂间隔12周 马街医院表示 这一次施打的是莫德纳疫苗 以第三加强剂为主 若民众第一或第二剂没有施打的 也可以来接种 而今天接种第二剂以及第一剂的民众也不少 将近有40多位 而明天还有一天 也请还没有施打疫苗的民众欢迎接种 也要记得带疫苗小黄卡以及健保卡 也请民众要多加注意 记者许端一 并且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